水给它一直重复煮 会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呢 会不会产生毒素呢 那这个问题严格所起来 不算营养学应该会遇到的问题 只不过我常常被问到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解答 那首先我直接给答案 答案是不会 水重复煮并不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大家好我是林冠良 你们可以叫我姓 我就去找了为什么会有这一种说法的原因 我发现有三大类别 首先第一类别就是说 那个水分子 它在煮了之后会改变结构 其实这个我们在初中的化学课就有学过 水的分子的结构 它就是那个样子而已 它那个开角是145.45度 并不会因为你加热或者让它冷冻 而让那个角度变小或者是变大 各位要记得一件事 会因为重复加热 而造成结构上面的改变 然后对人体有不好的影响的其实是油 而不是水 油跟水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而且水就只有水 油它有很多种不同的油 第二个呢 是说那个水里面会有加热 这个热呢 那在加热的时候那个会产生三氯甲烷或者是三乳甲烷 那这是一种自来物质 那这个有道理吗 是有道理的 就真的会有这件事情会产生三乳甲烷 如果里面有氯的话 只不过呢 一般上现在家庭都不会用自来水来煮水来喝了吧 还有一点就是三氯甲烷呢 它是一种挥发性的东西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真的非常担心三氯甲烷的问题 那其实你可以在水滚了之后 你把那个盖子打开一个三五分钟 让那个水蒸气跑掉 基本上里面就不会有三氯甲烷的问题了 只不过这个其实也是多氯了 因为我们现在家里多数都是有过滤器的 那这个过滤器其实就可以把这个氯 它过滤到非常的干净了 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可是在极端的说呢 就算你今天是用自来水来煮 在我国的规范之下 基本上那个氯的含量也不足以产生多到 对我们的身体就造成一个实质上的影响 那所以真的就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个问题 而且重复的煮嘛 那个三氯甲烷早都挥发到不懂哪里去了 里面剩下的就是水而已 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三氯甲烷带来的伤害 那第三个说法 就是说水在重复煮的时候 容器里面的金属会被水煮出来 然后我们喝下去 就会造成我们重金属中毒 或者是老人时代症 网络上有一个说法是说 驴锅会有驴的四处 那如果说你吃下去太多驴的话 那个驴会跑到你的脑神经上 造成老人时代症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误会 并没有这个问题 那至于误会是什么 那之后我们再讲 那今天我们先讲水的部分 除了驴 剩下的那些金属啊 基本上它释放出来的那个量 其实也不会到 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影响的 那其实呢 这个留言告诉我们 与其你去担心水在重复煮的时候 会造成一些不良的结构的改变 或者造成不良的影响 你倒不如去在意容器的卫生状况 因为真正会喝水 然后导致身体的一些负面影响 通常都是因为水的容器不够干净导致的 那所以我常常会建议说 如果说你要用一个容器来装水的话 最好是定期清洗 记得这个不是水的问题 而是容器的卫生的问题 灌输良知识健康国库房 为你解释网络留言